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了 饭好不好吃 可以 这是什么菜呢 今天有 我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无蓝菜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青菜 你的粉丝要你多吃点肉 清喜最喜欢吃哪个 我不认识 都不认识 花生米吧 花生米认识 对 这些菜你们一个都不认识吗 什么菜 青菜 你们是不是管所有绿色的菜都叫青菜 没有 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 那你们放暑假有安排要出去玩吗 没有 暑假要准备三周年一个 找个广告 演唱会 演唱会高端一些 转位 转位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耶 耶 TFBOYS三周年三过曲演唱会 即将在北京乐视生态体验中心 体育这么几十万 嗯 8月6号 北京 然后十几号 深圳还有一场 十三号 十三号 没有十三号 广州 你们能不能对好词 支持 对 支持我们 耶 我现在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你们 你今天吃 哈哈 我要吃凉面 小黄 小黄都用了一些吃的给你 凉面 两面 谢谢 谢谢 我以为你是被考上了你理想的那个中心 是 是吗 六吧 六六六非常烈 六吧 六六六六 六六非常烈 你心情怎么样呢 我还可以 心情很淡定 理所当然的是 就像我这样从会有机灵的人 嗯 一定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 平常出马的时候都会带些什么 手机啊 带OPPO手机 带OPPO手机 带OPPO手机是吗 我真的硬拐 我真的硬拐 嗯 如果出远门的话 你要带个OPPO因为方便联系家人 什么的 还带桶红烧牛肉面 红烧牛肉面什么牌子 康师傅的 康师傅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收副虾 沐浴露 洗手液 还要带我们的芬达一边喝水啊解渴什么 对万一你饿了你还可以吃湿蜜酱 对 不高佳脚机可以管我们的学习 哇 这一期真的满满的全是广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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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歌咋样拿出来 哈哈哈哈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OPPO手机里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OPPO手机里面有一些什么歌呢 哼 这个歌就多了 有哪儿 DF Voice的歌 青春兄弟手册呀 对啊 对对对对 比如说 就这个你哥哥的歌啊 好多首都喜欢 嗯 要斩下歌后是不是 来啊随便来一句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你的比我好太多 今天来的我其实是带了一个任务来的 因为早上我去采访一下你们的 坐吧 坐吧 没事没事 我采访一下你们的粉丝 让我死吧 静特前的粉丝们 今天早上你们把信交给我 现在我已经安全地送达到 你们偶像的手上来 面不能放下是吗 嗯 嗯 今日锣鼓喧天 今日欢天喜地 在此凉成佳日 呼觉爱你的心意更浓 请元哥不要担心自拍 你的后脑勺都可爱的冒泡 请元哥发射一个wink OK 让这个世界光芒万丈 好 你们收到了吗 刚发起了一个wink 但是我拼不觉得我后脑稍可爱的冒泡啊 你别闹 不会了 我就没什么可说 就是一句话 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不要让爱自己的人担心 然后就OK了 我读最后这段了 嗯 最后给一阳千玺同学赴诗一首 颜值高气质好 心思浪漫有头脑 跳舞棒唱歌好 幽默搞怪心眼少 才艺多学习好书法画画样样样样样好 爱弟弟爱生活 我一样千玺不得了你的千纸鹤 就是非常的中肯 哈哈 非常的得体 完全就是我本人的样子 不要贿心 哈哈哈哈哈哈 多运动 多睡觉 少吃零食 然后 猫胖 后脑刷不要猫胖 这么对我吗 要注意注意身体 然后注意安全 小卡 这封信改是一部经典的慢改偶像剧 虽然Copy借用了一番 但心意绝不到吧 即便年龄上胜于你的我们 也常常局促不安休于言表 如今已是第三次站在快本舞台的你 是怎样从童年的小土豆 怎样少年又到青年呢 但是我现在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大家叫我小土豆呢 我长得其实也不是特别像土豆啊 就好的粉丁 就从我刚进公司 然后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 感觉还是挺感动 然后挺不可思议的 我说你有多少个答案 嘿 噓 我只想给你给你说话 你算不算不算啊 我还还够明白 快乐的是想跟你分享 难过是想给你肩膀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因为爱 干啥 王红 来来来 王红我来送礼 你干啥 王红 我们就要曝光你幕后 幕后贿赂 都是送的 哈哈哈哈 看不到我们 还是没有来送礼物 谢谢谢谢 圆 这个 好吃啊 这里面有星座的 清洗 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啥衣服啊 你知道吗 是那个梗吗 你觉得大师这个表情怎么样 他很萌 他萌是吗 跟你的那一张比起来呢 我那张 大吻 哈哈 太全失了 是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给你做两件 这会是一段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访谈 但小芳却遭遇了他主持生涯的 滑 铁 龙 下面请欣赏这段直击心灵的深度谈话 真正其实我有很多问题就想问你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特别紧张 我在网上查你 你俩人消失了好几年 我在地球上了 我知道你在地球上 但是我没有在网络上面其他的新闻 新闻上面看到 上面看到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你 我车里面好多的是你的歌 因为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你 这次你要来的话 其实我还是想做一些准备 就是说想了解一下你最近在干嘛 但是我在微博上面看到 你最近发的一条微博是2012年 对 你不爱玩微博 对 那你有发朋友圈吗 你评价 不发 你不发朋友圈 那你的朋友怎么知道你平常在干嘛呢 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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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会写信吗 你对哪些类型的朋友圈会有兴趣呢 有比较好的朋友过生日啊 然后我会就是 比较 比较讨厌的去 去说人家就是又老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的微信好像有几个人 五个人 大概不几个人嘛 那你平常看电影吗 看电影 那你出去不会被认出来吗 你知道你如果出现在工厂 大家认出来都会 厉害 我就可能电影快开场的时候才进去 那你会不会提前走 上字幕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你彩蛋看不到啊 对啊 看不到 好可惜 有的时候看不到 哈哈 文艺题材的啊 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大片 都会都会看到 那你平常上网吗 我上网 你这样问我好处啊 好处啊 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你可能没有时间去上网 那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视频 吃东西的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在这个艺人圈子里面 在尤其是女艺人的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我自己都已经就不算会 真的很克制的那种 但是我就发现哦 所以你平常也吃很高啊 高人真的很多 我真的要把它吃下去吗 他就是 哎好像就是 呃 大家好 我是 李宇春 欢迎大家来 来看我吃饭 今天准备的这些美食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麻辣的食物 然后呢 就就开始吧 那我就是从这个比较有营养丰富的 这个土豆开始吃了 嗯 这是土豆吧 我以为是卤蛋 这是 安全的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破他的梗 嗯 嗯 土豆不错 双黄的土豆 那个土豆 加生土豆 嗯 嗯 这是口味蝎吗 对 这是口味蝎 是的 这是口味蝎 口味蝎是有汤的 吃口味蝎是特意帮你把壳剥了 口味蝎是有汤的 这是干报的口味蝎 一定要有汤才叫口味蝎 我10年前来这里吃的就是有汤的 其实在长沙这边的话 口味蝎只是说口味蝎它那种味道 口味蝎是有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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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手机游戏吗 玩APP吗 偶尔会 那你玩什么类型 像篮球啦 或者是音乐类的 像节奏大师啦 我也会玩 就是感情的好 其实我就是来跟你PK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你玩的有多么厉害 不好 那我们弹一首春春的歌好不好 如何弹啊 就是用手指弹 那如果只用单手弹你怎么办 一只手弹 一只手弹我可能弹不了吧 因为我这个人是左右比较携套的 我左右太不携套了 你一只手的话有四个摩托 但是你运用的是左脑跟右脑 而我只用了一边 那你单边更发达吗 那谁真的就是 发奖 所以是简单的吗 困难的 困难的 你已经玩到困难的了 我 对我 对我都只玩困难的 那我单手我怎么玩困难的 那你就玩个简单的 可它锁住了 解锁 你有三十个金币 三百多金币 五件肯定要失败 五件 死了 我没有玩过我的歌其实 那你平常都玩哪些 以前的话 霍黄传奇 天呐 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不可能 玩自己的歌失败了 你玩自己歌失败 就真的丢脸了 单手 你又失败了 哎呀 来来来 好 开始 斗啊 紧张啊 没有 真是好像在弦钢琴 真是好像在弦钢琴 就是你以前有玩类似的这种音乐 你以前肯定有玩过不然的话 不是 你知道吗 就我玩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还是可以挑战朗朗的 但是我感觉朗朗朗朗如果来玩这个的话 这个iPad可能会被磨穿 全是可费 这只要半边的我算是运动是吗 嗯 嗯 欧康 哎呦 好厉害 好厉害 谢谢 很急 我完美了两句 我完美了两个大门子 他没有那个 你知道吊臂的人是火虫 吊臂 你始终要是小柚这个一定要 这小柚这个很刚齐的感觉 对 你看 他就觉得就是那种 不嗨 不能掉屁 这不能掉屁 不嗨 不能炫进 哈哈 其实玩这个游戏 并不在乎他有多么厉害 只在乎他的 姿势 我有机器 我自豪 那个我待会 我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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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围 君 好这一段如果 如果 如果我们挂了的话 我们就顾过 好吗 好 赶紧挂吧 哈哈哈哈 好 谢谢陈陈 那我们今天 那陈陈帮我们录一个ID好吗 大家好 我是律春 大本音的命运花园 就在每周六中午12个月 3 2 1 大本音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大本音的秘密花园 尽在每周六 秘密花园 然后 3 2 1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大本音的秘密花园 就在每周六中午12个月 在芒果TV不见不散哦 都总是我家的狗 总好 总好当天 他在吃饭我去弄他 他就咬了我一口 不能摇 我不能去碰他 我不摇他 我不摇他 可以啊 我看着你就留口水了好吗 你明明在健身好吗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一次的脸 会名字叫做野蛮生长 因为新冠军的 我的意思是 这张专辑为什么叫野蛮生长 试隔两年 试隔两年前呢 我跟业武新老师 一次谈话 然后呢 其沙当时在讲 什么关于八五星自朝的 那一位老师家 就是在老师家 一直打开 大师家的气息 对 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环境 他们经常接触到这次 不过是 一旦生长 你也死我了 哈哈哈哈 老师弟啊 哎 我不只做了伤害 哈哈 哈哈哈哈 成为丁实 这在这里夸自己不是他 哈哈 也是佛爷 就是佛爷嘛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 他怎么就说是谁 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他还是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老师弟是什么意思